近日在巴黎街头一位外国记者竟然背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纪念背包 让人的记忆瞬间拉回了2008年的北京 而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 中国运动员中金夺赢 北国中光 赛场内外也随时可见中国制造的身影 运动员脚下的运动地板表面上看着平平舞似 却以其优良的品质备受国际市场青睐 正值铺进了巴黎奥运会三人篮球和乒乓球比赛场馆内 见证了奥运健而拼搏的瞬间 我们提供给奥运会和残奥会 乒乓球运动地交合计6000余平 三人篮球运动地板合计1500余平 比如三人篮球运动地板使用了我们生物机可循环的一种材料 其制备主要从玉米 节杆等植物来源中提取的 具有低碳环保以及可循环使用的一个优势 黑色平板球递交是首次亮强于奥运会 使用了英利奥自主研发的一种表面处理技术和发泡技术 能够很好的提升地板的一个繁华性 改善地板的一个环痕 以及增强地板的一个环冲性能 竞技场内运动员们正在紧张训练 一排设计新颖黑粉两色搭配且极具法式风情的乒乓球台备受关注 成为此间巴黎奥运会赛场一模亮色 这次是在法国巴黎洪章西第七次赞助 一个是乒乓的项目乒乓的赛事的气财 还有一部分是鱼毛气财的赛事的气财 所以这是红冲章西两个任务 就是保证乒乓气财的整个赛事的运行比较正强 还有鱼毛气财的赛事的气财比较正强 被受瞩目的巴黎奥运会举重项目将于8月7日开赛 这一项目的举重器材已经全部运抵赛场 这是张孔杠铃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第四次成为奥运会举重器材唯一供应生 25米杠铃片我已然的标准 它是要求上差25克下差2.5克 而我们生产的所有的杠铃片 重量控制在5克的误差值范围内 中国制造高标准研要求 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咱们以后也能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 其实在国际市场上我觉得 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市场 要不断地通过这些大的一个展示 特别是奥运会的狗牌 能够练自己的一个科技的成果 制造的成果 这方面我觉得 所有的中国品牌要做这个努力 中国制造经验奥运赛场的背后 是无止境的创新与坚守 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棺材体验的同时 也让世界领略了中国产品的魅力 中文质量稳步 这种物质量的 但是赛特别呢 但是我们一起来